咱们继续上期没有说完的关于控水的问题,大家好,我是爱兰说威子,大家动动手指关注我一下,方便您查找视频,可以有一个连续性的观看视频。 上期咱们说了一,兰花开花期控水,二,新苗生长期控水,今天咱们从兰花醋花控水说起。 兰花醋花控水,从新芽开口开始逐步控水,春兰就会有第一批的花苞出来,较早的花苞出现在四月,这很正常,有时花苞从形成到开花历时近一年,后期管理得当,完全可以正常开花。 但大部分的春兰花苞在八月以后形成,也就是要到农历历秋以后,阴历秋以后,气温还高,但空气开始干燥,你不去控水,盆内也会形成如控水的效果。 如果刻意控水,可使兰花多起花苞,醋花控水又不同于一般性的控水,如一颗兰花不易起花,要控水得很干,使兰花感到有危机感,将以小水后再控水。 这样多次,方有满意效果,不要怕兰花会干死,但若小,并苗不能搞,会兰药起花,绝大多数通过控水效果较好,这夏秋之交的季节,新苗虽已大,但叶还嫩,加上秋老虎,气温上高,兰叶容易发生黑斑病,通过控水也能控制黑斑病的发生,这样醋花和防病一举两得。 四,兰花冬季控水,冬季控水主要是兰花在冬季生长缓慢,蓄水量很少,也可防止阴盆内湿发生低温时发生冻害结冰,在此就不再累赘。 控水咱暂时就说到这里,如果有不对或不全面的地方,请大家在评论区里纠正补充,在这里微子感谢大家了。 接下来咱们来说说兰花养根,兰花枝叶先长,花朵娇俏,整体看起来文静高雅,很多花友都喜欢养,但有不少养兰花的花友都发出感叹,兰花难养。 花友们想要养好兰花,首先养好兰根是关键,养根秘诀,用上这三招,让兰花大白根嗖嗖猛长几爆盆,轻松养出盘龙根。 一,配土是关键,兰花根系肉质,不能用过细的植料来栽种,一是因为太细的植料保水性强,容易导致兰花盆土长时间处于潮湿状态,造成积水欧烂兰花根系,二是因为太细小的植料,容易堵住兰根上的毛细孔,造成兰花呼吸不畅,也容易导致兰根出问题。 所以,想要养好兰花,花友们首先要用大颗粒植料来栽种兰花,像是植金石,火山岩这类颗粒植料,质地轻,表面分布有许多气孔,透气性非常好,配上一些松树皮,就十分适合来栽种兰花。 南方地区湿度大,花友们可以用小号或是中号的全颗粒植料来栽种兰花,能有效避免盆土太潮,导致兰花出现烂根的情况。 北方相对干燥,在给兰花配土的时候,可以加入30%的营养土,来提高盆土整体的保水性,能避免在干燥的大风天,兰花出现脱水发根,空根的情况。 二,浇水抓时机,由于兰花根系的特殊性,掌握好给兰花浇水的时机也十分重要,浇水太勤,兰花盆土还未干透,就有新的水分注入,兰花根系一直处于潮湿的盆土环境中,水伤烂根在所难免,而如果长时间没给兰花浇水,又会导致兰花缺水出现空根的情况。 所以,给兰花浇水一定要抓好时机,等到兰花盆土完全干透之后,就是给兰花浇水的最好时机啦。 花友们可以在栽种好兰花之后,就记录下兰花盆土整体的重量,往后给兰花浇水之前,都可以将兰花连盆整个拎起来感受一下重量,与记录下的重量差不多,说明盆土已经干透,可以来给兰花浇水啦。 给兰花浇水抓得准时机,兰花不烂根不空根,就能一直保持旺盛的长势,大白根猛长不停啦。 三,营养不能少,想要兰花长得好,营养补充绝不能少。 兰花的营养来源,主要靠追肥和光照这两方面。 首先来说说追肥,在植物生长所需的三种元素中淡剑叶,磷醋花,甲状根,想要兰花长得健壮旺盛,这三种元素缺一不可。 当兰花进入生长期后,花友们可以每隔两周左右将氮磷钾含量丰富均衡的兰花专用型有机营养液对水稀释1000倍后沿盆边浇灌兰花。 营养液溶水后,顺水被兰花根系吸收,蓝根吸收到丰富的营养,就能嗖嗖猛长,长得发达健壮,长出盘龙根即爆盆啦。 除了需要营养补充,想要兰花长得好,还不能少了阳光的助攻,植物生长都离不开光合作用,兰花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兰花不耐强光直射,光照比较温和的春秋两季,可以适当地让兰花晒太阳,而夏季阳光太毒辣,花友们就要注意拉上遮阳网给兰花遮遮阳,以免毒辣的阳光灼伤兰花娇嫩的叶片哦。 好了,今天咱把控水和养根说完了,我就不再多废话了,在此谢谢大家多多支持我,关注我,分享转发,帮助到更多的朋友,谢谢大家的观赏,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再见。